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克他们擅长的地方 首先它的整个造型设计还是别克家族一贯 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 比较时尚的这种思路 你比如说像飞翼式的隔山 展翼式的大灯 包括像双段式的腰线 都是别克家族很多车型惯用的思路 另外就是这台车整个的前脸有个特征点 就是它的大灯跟中网进行了打穿 它拉上了横向的视觉宽度 另外就是作为家族当中偏向运动化定位的群星V朗Pro GS 它的整个外观的这种运动化的韵味 包括战斗的气息相比于普通版本 确实营造的更加的充分 尤其是像外观它用了更多的这种运动化套件 你比如说有下唇 侧面有侧裙 包括像尾部它还有独立的小尾翼 所以整个车辆的颜值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就是三维尺寸层面 你比如说全新V朗Pro GS 它的车身长度超过了4068 那么这个车身长度相比于这个级别当中的本田的思域要长一点 所以整体的三维尺寸在这个级别当中是有优势的 全新V朗Pro和全新V朗Pro GS 它的外观设计确实非常的运动非常的年轻 那么内饰的设计同样如此 首先我觉得内饰最大的亮点就是双10.25英寸的大屏幕 这个确实是有非常的震撼 那么在这个级别当中这还是首家 而且就是屏幕不仅仅震撼 而且整个的使用方面非常到位 首先就是它的UI设计非常的简约 你去读取一些信息的时候 你去操作的时候非常的便捷 另外一点就是车机层面 别克的车机在这个合资品当中做的一直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点就是功能也是非常丰富的 像在线地图 像在线音乐 像CarPlay 像第三份的App 包括像安吉星系统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无论是它的设计 还是它的这个功能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点就是整车的用料 那么别克呢 它在这个群势豪华跟层面 确实还是有一套的 你包括像这个内饰用了大量的软性材质的精英包覆 包括像它的这个环抱式的这个设计 确实整个内饰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而作为这个GS版本 它内饰呢 用了更多的这个红色缝线来凸显运动化的效果 那动力方面呢 其实也是现在全新微朗Pro和全新微朗ProGS的优势 那现在全系都是1.5G的发动机 而且整个动力参数呢是非常不错的 1.5G发动机自大功率的是184马力 而方式扭运的是250公米 光看参数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那么这台发动机还有个亮点 就是它的最大扭矩的这个输出平台 非常的宽泛 从1,500转就可以输出一直持续到五线转 有个3,500转的转速区间 所以呢 这个还是可圈可见的 那另一个点 我觉得这台车呢还有一个好的点 就是叠克啊 基于这台车的定价是非常非常亲民的 入门版本的制造价呢是12.99万元 那么比如说啊 思域的1.5T的版本 它的制造价呢是超过了14万 而速腾的1.4T版本的制造价呢是超过了15万 所以呢 从价格层面 这台车呢也是有优势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全新微朗Pro和全新微朗ProGS的配置表现怎么样 首先就是全系的入门的乐型版 那虽然说它是这个入门版本 但是整体的基础配置呢还是可圈可点的 你比如说呢 基础的安全备位它是全的 同时呢像LED大灯 LED日间行制灯 自动大灯 包括像天窗 扩排空调出风口 OTA升级 包括像语音识别 8英寸的液晶屏等等这些东西呢 都是标配的 所以呢 这台车呢满足日常的使用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在全新微朗Pro当中呢 最值得推荐呢 还是这个13.99万元的乐型版本 那么它的指导价呢 相比入门版本贵了一万 但是呢整体的配置提升呢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主动安全配置方面啊 这台车呢 有车道偏离预警 有车道保时 有主动刹车 另外一点在科技配置层面 这台车就已经配备有 双10.2英尺的贯穿式的大屏幕 那么这个对于内饰的这个视觉效果 对于档次感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呢这个乐想版呢 是全新微朗Pro最值得推荐的版本 那对于这个全新微朗Pro GS呢 我觉得啊这个全新微朗Pro GS追风版 就最值得推荐 首先呢这台车的价格并不算贵 14.59万元 那另外一点啊 就是这个全新微朗Pro GS 我觉得14.59万元的追风版 就最值得推荐 首先就是 呃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高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 那么一系列的套件的加持 这个视觉效果确实非常出色 那么在这个合资紧凑型的轿车当中呢 我觉得全新微朗Pro GS 它的这个造型设计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另外一点就是整个这台车的配置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比如说像全LED大灯啊 像自动大灯啊 像车联网啊 像OTA啊 像双10.25英尊的贯穿式的大屏啊 像导航啊 像语音识别啊 这些东西都有配备 另外一点在这个主动安全配置方面啊 像这个主动刹车 像车道保持 像车道偏离预警 像定速巡航 这台车呢都有配备 所以呢这台车就是 首先你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售价 其次呢你有一个非常高的颜值 再其次它的整个的配置表现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所以呢别克全新微浪Pro和全新微浪ProGS呢 就是这样一个综合实力非常不错的车型 它有一个非常高的颜值表现 它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配置表现 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动力表现 那么您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来选择全新微浪Pro 还是全新微浪ProGS就OK了 OK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简单聊到这儿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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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